代表國民黨參選 南投立委補選的林明珍 近來不斷被攻擊豪宅爭議 那麼今天呢 民進黨幼宙科的記者會踢爆 說林明珍過往執政的時候 曾經變更地幕 質疑他可能從中突立 請問林明珍先生 另外一棟豪宅呢 是買一送一嗎 代表國民黨參選 南投立委補選的林明珍 豪宅爭議不斷延燒 民進黨在踢爆他的豪宅不止一棟 進建工程裡面可以看 是林如宏跟林如斌 分別是六號跟八號 也就是林如宏 就是林如斌的哥哥 林如宏擁有其中一棟 工程告示牌掛名林家兄弟倆 但仔細一查更發現 2017年時豪宅附近 還是工業用地 經過林明珍主政之後 縣府地幕變更 成為住宅用地 甚至在2018年競選連任時 營造廠商也捐給林明珍 五十萬元的政治現金 隔年就取得建造火速興建 2020年變完工效率超高 這關聯性一環扣一環 引發聯想 你在擔任縣長的途中 你屠立了什麼東西 你變更了什麼地幕 你就是要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民進黨炮轟購買過程 應該詳細交代 否則金額總數完全都不攏 加上先前是這麼說的 林明珍口中的平價住宅 可以八百萬買兩千三百萬 到底怎麼買 面對一連串質疑 林明珍火大開口 雙方互不相讓 從豪宅燒進法院 也讓南投立委補選 更加百熱化 記者綜合報導 總統